你 周炳凤 你放手 爹 你们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搂搂抱抱成何弟同啊 汪老爷 您别误会 误会什么 你 爹 您别误会炳凤 是我让他赔我的 周炳凤 你还向我给你好脸吗 还没给我滚 高兹 那周若云存在一天 于是洪 就不可能对他堕了念想 是洪为了周若云 一再糟蹋我的感情 我也识认 为什么他就能 背着我去找旧秦云 而我就要对他从严而终呢 明白 你心中的苦 定我明白 我明白 作为一个女人 那是应该守明节的 你现在毕竟是人家的未婚妻 你可不能因为一时糊涂 而做出傻事啊 你说刚才的那一幕 如果让于家的人知道 那他们会 借此跟你提出退婚的 那个时候 你就是有意摆张嘴 也难以辩解 看来 只有从周若云那儿下手了 爹 您打算怎么办啊 卖刺绣啦 卖刺绣 姑娘 姑娘看看刺绣吧 不要 卖刺绣啦 看看刺绣吧 看看刺绣吧 大婶 卖刺绣啦 卖刺绣啦 卖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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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老爷 您这是 这些钱你拿着 足够你们周家花一阵子了吧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在恳求你 希望 你们周家能离开这里 走得越远越好 离开这里 是的 因为 你周若芸在这里一天 我们雪梅就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 所以 你就拿这些钱来收买我们 要让我和我的家人离开这个地方 你说是收买也行 你说是逼迫也可以 你们周教不就是需要钱吗 有了这些钱 你们总可以放过世红了吧 你这是拿钱在羞辱我 我不接受你的羞辱 卖刺绣 卖刺绣了 我看你是嫌钱少吧 开口 你想要多少 为了我女儿 我可以忍痛被你勒索 我想要的您给不起 请您自助 不要再说这种伤人的话了 我敬重您是个长辈 才不跟您计较的 如果您一直这么逼我的话 我也不会再忍下去了 卖刺绣了 卖刺绣 卖刺 卖刺 若云呢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没有半点要侮辱你的意思 我 我是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呀 请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做父亲的吧 这些年来 雪妹苦苦地等待着世红 眼看着他们就要完婚了 可是 因为你的出现 雪妹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报应啊 我看着她 每天一泪洗面苦不甘言 我这个做父亲的 是既心疼又仆人呢 若云啊 我知道 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你不会看着雪妹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吧 你更不会看着一个父亲 如此地心疼而不顾忌吧 啊 汪伯父 您别再说了 我 我会考虑考虑的 你答应了 啊 谢谢 谢谢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一个确切的世界 你们周家什么时候离开 我回去 跟我爹妈商量一下 应该 会尽快吧 好 好 我看看这个 你看 这个呀 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算你便宜点 来 雨萱 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呢 等我把饭做好了再叫你 我哪躺得住啊 我一想到白元呢 就呕气 当初你收留白元的时候 我就劝过你 可是你不听啊 现在果然灵验了吧 它不但是个不知长进的东西 还是个恩将仇报的祸害 周家的老宅 绝不能落入这种人的手里 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爹 妈 我们搬走吧 陆云 我们好不容易才安顿好 怎么又要搬啊 你不嫌累啊你 陆云 你是不是在这儿住不惯啊 我是想 反正 老宅我们也回不去了 住哪里都是一样嘛 不如搬远一些 跟过去彻底做个了断 对我们大家都好 陆云 是不是世红他母亲给你压力 要我们离开这里的 是汪老爷 他想给我一笔钱 让我们搬离这里 你说什么 汪姓唐 他凭什么 我们周家在这镇上市居三代了 为什么让我们搬走 我们不搬 他做人不能这么自私自利 爹 我看那个汪老爷 到老了还要为女儿的事情操心 我看了都不忍心 怎么说 怎么说他都是为女儿着想 人之常情嘛 更何况 我也受够了这些风风雨雨 搬离之里图个清净也好 不搬 王庆堂他休想逼我们搬离这里 妈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您就看在世红 这么帮我们的份上 不要再增添他的烦恼了 世红他如果有心 就算我们躲到天涯海角 他还是会找到我们的 这不是王庆堂可以阻挡的 可是 若曰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世红他呢 迟迟不肯跟雪梅完婚 这不是我们周家给担负的责任 再说 我也老了 我舍不得离开这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们不办 冒青堂 你怎么可以这么龌龊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你对若云的打压和迫害 玉洁哪 你怎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啊 你们既然能从老家搬到这儿 那再搬远一点又有什么差别呢 你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老天不会放过你的 不放过我什么 真是笑话 我只不过是为我女儿的幸福着想 你有这个必要这么恶毒地诅咒我吗 我就是要诅咒你 总有一天 你会为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惨痛的代价 玉琴哪 你理这点好不好 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辜负了你 你就要祸及我的子孙 让我们家雪梅也得不到幸福 你有这个必要吗 难道你心里 就只有眼前这个女儿吗 你不知道若云她是 你不知道若云她是我的女儿 我们周家已经落魄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你就连我们最后的七神之所 都要剥夺吗 玉琴哪 你也应该想明白 我就是念在我们过去的秦分上 我才拿钱出来周记 要是换作别人 我有必要这么做吗 你那几个臭钱 我们承担不起 你欠我跟若云的 这一辈子 你永远都还不清的 我警告 你如果再压迫若云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就算跟你同归于尽 我也不在乎 玄梅 不要脸的女人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一把招 我不跟你计较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总有一天 你会了解 在你心目中最疼爱你的父亲 他其实是一个自私自利 女无情无义的小人 你们母女俩都一样下贱 做妈的勾引我爹 做女儿的勾引我未婚夫 我恨你们 玄梅 住口 这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那是什么呀 你说呀 王庆堂 你做个有担当的男人吧 面对你女儿 把你过去所做的事情 一五一失地全部告诉她 让她了解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人 何雨晴 你别走 你跟我说钱真了 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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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有过一段情的女人 居然是周若云的母亲 你跟我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在跟我妈成婚之前 还是之后 你回答我呀 是在跟你妈结婚之前的事情 玉琴 原来是我们家佣人 我们俩就 结婚后你妈知道了这件事情 她不高兴 我们就彻底地断了 你背叛我妈 你居然做出 对不起我妈的事 我 而这个女人 竟然是周若云的母亲 我 天哪 为什么不是别人 这个女人 为什么是周若云的母亲 爹 你是我最近爱的父亲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你让我怎么承受得了啊 月 月妹 爹 爹 爹没有要欺骗你呀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 我想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没有必要再去提她了 我想你保证 我再也没跟何玉琴见过面 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才重逢了呀 妈好可怜 你到死的时候 都不知道你是这样伤害她的 哎呀 雪妹呀 哪个男人她没有三妻四妾的 再说你爹年轻的时候 一时糊涂做了一件风流事 我为了你妈 我把何玉琴的心都伤透了 你不该再埋怨爹了呀 我就是要埋怨你 妈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难道到今天 你还不让她的灵魂得到安宁吗 你有什么把柄在那个女人手上 我 她竟然对你说那样的狠话 没有没有没有 雪妹 你可千万不要瞎想了 我不是瞎想 我是怀疑 你跟这个女人还要无端撕裂 你心里 根本没有我这个女儿 雪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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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什么事了 你怎么哭了 世红 怎么了 好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哭够了 你再告诉我 不哭了 我们坐着说 来 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敢像我一样 让你这么难过啊 是我爹 怎么 和爹吵架了 世红 原来我爹曾经做过对不起我妈的事 而最让我难堪的是 那个女人 居然是周若云的母亲 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事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 我也不会相信的 他们肯定还打算瞒我一辈子呢 雪妹啊 世红 我该怎么办 我以后该怎么面对我爹啊 我怎么办呢 世红 你看你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谁没有过去呢 再说了 你爹啊 从小就最疼你了 他最在乎的就是你这个女儿 难道 你就因为几十年前的往事 就能否定 你和你爹之间的亲情吗 可是那个女人 是周若云的母亲 我就是接受不了 是周若云 最亲的人 就只有你和我爹了 现在我爹的事情 逼得我已经快发疯了 他已经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了 世红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跟若云纠缠不亲 好不好 你如果再那样的话 我就不活了 我死了算了 雪妹 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绝对不会跟若云不亲不出的了 世红 我 父母 玉琴 去哪儿了 也不跟家里打声招呼 你要上哪儿啊 我越想越气不过 汪庆堂凭什么逼我们搬走 我找他理论去 雨萱 我 我已经去找过汪庆堂了 我们不走 我们死都不离开这里 什么 你 你一个人去找汪庆堂 是啊 妈 那汪老爷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我狠狠训了他一顿 他自知理亏 不敢再来逼迫我们了 我相信他以后 也不会再来威胁若云了 是吗 可是 那汪老爷对我不怀好意 他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容不得他仨也 他敢再伤害你 我就跟他拼了 雨晴 我 我只是心疼女儿 我容不得别人欺负若云 如果必须有人要离开 那也是他们 我们绝不搬离这个城镇 看 这样 来 铁川 还是盖上点吧 别着凉了啊 一天到晚都躲在房间里 再不出来透透气 人都快发霉了 来 天心天佑 这是我亲手做的肉包子可香了 来 给你们俩吃啊 天心天佑 还不快谢谢沈婆 谢谢沈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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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怜的孩子 看你们狼吞虎咽的 是不是常常吃不饱啊 方大婶 你什么意思啊 一大早来我们家搬弄是非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会让孩子饿着他 你干吗这么凶啊你 我就凶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呀 看你贼头贼脑的 你就是在打我们两个孩子的鬼主意吗 我说铁川啊 我可是在帮你 你看你们这一大家的要吃饭 你有瘫在这儿 光辉说大话有用吗 还不是苦了孩子啊 方大婶 那我明白地告诉您吧 我们宁可饿死 也绝对不会卖孩子的 请您死了这条心吧 王后 您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要不然 会影响我们邻里相处的 哟 我害到你什么了 真是的 我一片好心 全当了一官废了 周大婶 周大婶 你那天是怎么回来传话的 我那个表弟妹 她是想要个孩子 没错 他们生活宽宁 出手阔绰 保证会让孩子过好日子 你们做大人的 不能这么自私 要是真的为孩子好 就该让孩子 让给有钱人家受养去 闭嘴 少在我们家出搜主意 上次就因为你胡说八道 害得铁川差点丢了性命 你赶紧走 什么跟什么呀 怪我什么事 方大婶 天先天佑 没投胎到有钱人家 是他们的命 我们一家人 就算饿死都要守在一起 请您回去吧 方大婶 你这个人说话 怎么不考虑考虑呢 你有没有想过铁川听着 心里是什么感受 你 我是看你们两个孩子可爱 真是不识好人心呢 好 白爷 我一想到余世红 在我们宅子里 那个嚣张样 我就一肚子的火 白爷 难不成 跟余世红就这么算了 别那么沉不住气 俗话说 心急吃不着惹包子 他总有倒霉的时候吧 是 是 是 刺绣了 卖刺绣 刺绣 卖刺绣了 卖刺绣 白爷 那不是你老情人吗 卖刺绣了 卖刺绣 卖刺绣 卖刺绣了 来看看刺绣吧 来 这绣得还不错啊 别打扰我做生意 你 还要做生意 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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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不错 你 这些东西 我全包了 你别耍嘴皮子了 你差点把我爹害死 这笔账我还没给你算呢 说来也是遗憾的 如果当初周老头 肯把你许配给我的话 或许我们两家的恩怨 还有转换的余力是吧 那是你一厢情愿 你告诉我 你喜欢过林铁川吗 我 怎么 不敢说了是吧 我跟铁川成了亲 他就是我丈夫 是啊 你看看他给你许的什么亲事 嫁什么不好 非嫁个奴才 原本是个千金大小姐 现在为了生计 到处跑头露面 疲奔命 你说直吗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已经弄清楚了 姑父的死 跟我爹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以后不要为难我爹 这话是那周老头跟你说的吧 你嘴巴放干净点 周老头是你喊的吗 你爹他做了什么亏心事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不过 要他在自己女儿面前认罪 确实太难为他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 别着急啊 别着急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嘛 你干吗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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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的 白衣 白衣 冰铁川都成了个废人哪 你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呀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要不请你去戏院听戏怎么样 无耻 别着急 别着急嘛 我们找个地方去聊聊 光天画日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表哥与表妹叙叙旧 应该不犯法吧 轻浮贫嘴 你让开 你干吗呀 你放开我 你 你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给我搞清楚 你给我搞清楚 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宫你们使唤的 随你们打骂的白员了 你看看你现在的落魄样 连个丫鬟都不如 你说你跟着林铁川有什么好处 还不如嫁给我 我会好好跟你过的 起码我四肢健全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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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 你放开我 你 喝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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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若云 雪梅小姐 周若云 你行啊 看来不止是红啊 什么样的男人 你都能把人迷得颠三倒四的 我佩服你的本事 雪梅 你误会了 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你说话多难听啊 我跟我表妹是原尽情未了啊 你胡说 到底是谁胡说 你们两个半推半就卖弄风情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 你还想抵赖啊 雪梅 当初她挪用货款 离开我们周家的事 你也是知道的 她的话 您怎么能信呢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你缠着我们家世红 是因为你跟你表哥串通仪器 欺诈瑜伽的财产 你们这是狼狈为奸 横陷一气 骗得我们家世红团团转 雪梅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她差点害死我爹 我怎么可能跟她串通呢 她如果害死你爹 最高兴的应该是你妈呀 这样你妈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去拐走我爹 你跟你妈 简直就是一个奴子 刻出来的 水性洋化 招风引爹 人尽客服 我妈怎么得罪你了 你要这么说我妈 她不光得罪我了 她还得罪我们汪家了 她得罪我妈了 下贱 我不准你这么说 哼 你妈以前只不过是我们汪家的一个贱婢 这么多年了 骨子里还是贱婢 改不了的下流屁子 我不准你这么说我妈 我不准你这么说我妈 我就是要说 你跟你母亲是一路货色 明明自己有男人 却缠着别人家的男人 我们汪家跟你们母女有仇吗 你们都是破坏人家家庭的贱女人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你自己得不到世红的心 我从来没有破坏过你和世红 世红不爱你 是你自己的事情 是你自己造成的 有什么话好好说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你敬爱的母亲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跟我走 白夜 人走远了 这出戏 是越来越精彩了 何雨琴 何雨琴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啊 何雨琴 你给我出来 好了 已经到我们家了 不需要这种态度 怎么是你 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 今天就当着你女儿女婿的面 把话都说清楚了 周若云 你听清楚 天大的秘密就要揭穿了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把你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都告诉他们了 你说呀 你不说我替你说 我说 二十多年前 我本是汪家的丫鬟 汪清堂 她对我呵护辈志 我们两情相悦 最后 甚至谈到了婚嫁 别忘你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还妄想做我们汪家的女主人 简直是不知羞耻 不相信的话 回去问你爹 当初他是怎么承诺我的 他是因为贪图 你母亲娘家的家产 所以将我赶出了汪家 我是错了 我错在当年的愚蠢 错在太过相信汪清堂了 何玉琴 你不过是我们家的一个下人 汪家的规矩 是不能跟下人苟且的 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了吧 没错 我是一厢情愿 因为我把汪清堂 当成是我的一片天 我相信他绝对会为了我 争取一切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只是一个 贪图钱财 自私自利的小人 所以你怀恨在心 所以你怀恨在心 就不停地纠缠着我爹 为的就是让我妈难受吗 我从来都没有纠缠过你爹 遇到雨萱后 这段不堪的往事 我更是避之不及 可是我不能够否认 我和汪清堂 确实有过一段感情 所以你怀恨我爹 就把这笔账记在我的头上 看到周若云去抢我的未婚夫 你都不加以阻止 我和汪清堂之间 早就已经没有瓜葛了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拿我的过去 来伤害若云 谁信呢 当初你破坏我妈的家庭 现在你又让你女儿 来扰乱我的姻缘 我看 这是你们一家人的阴谋 汪雪梅 你不要再闹了 绑不住于世红 是你自己没本事 不要把责任 推在别人身上 林铁川 你居然教训起我来了 我劝你 看好你妻子吧 别到时候戴了绿帽子 后悔莫及 这是我跟若云的事 轮不到你来插嘴 请你回去吧 我们周家部欢迎你 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破地方啊 既然事情已经说到这样了 我想我爹也不用花钱消灾了 你们也没脸呆在这儿了吧 站住 回去告诉汪清堂 我们死都不会离开这里的 周伯父 您怎么过这儿啊 家里不温暖吗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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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妈 妈 雨萱 雨萱 我去 我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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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的心情 我能够理解 可是 妈心里也很苦啊 您就原谅妈吧 您要是不原谅妈的话 那她就太可怜了 当年 我认识你妈的时候 她就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那是我跟今年的 我告诉自己 要好好地照顾她 保护她 爱她一辈子 我告诉自己 绝不追究她的过往 这些年来 我连问也没问 生怕出到她的痛处 可是汪清堂 她毕竟就在眼前呢 她居然还瞒着我 我欺负你妈不算 现在又不放过你 我一想到 汪清堂曾经那样地羞辱你 我这心里就痛了 爹 我这上半辈子 不知缺了什么德 爹 所以说 我们一定不能让汪清堂 把我们给打倒 我们一定要活得更坚强 妈对这个家 一直是尽心尽力的 我们要活得更好 才不会让汪清堂 看我们的笑话 爹是个没用的人 让人看不起啊 爹 你在我心中 是最最重要的人 无论我在外面 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和挫折 都有您在后面支持着我 我觉得 我是一个最幸福的孩子 我不会逼别人打倒的 你好糊涂啊 爹毁了你的一生 你不愿恨爹吗 是 是您拆散了我和师傅 可是 我也知道 在您的肩上 背负着继承周家香火的责任 我怎么会恨您呢 爹对不起你 爹 您没有对不起我 您是我最敬爱的爹 孩子 谢谢你 爹谢谢你 爹 那您 就原谅妈吧 好 好了 我知道 爹您也需要时间的 不过 我们先回去吧 妈他们呀 一定都急死了 走 爹 我肚子好饿 妈和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啊 天心啊 我们再等一会儿老爷就回来了 啊 乖 嗯 先吃吧 孩子们都饿了 来 姥姥 来 给我 姥姥 妈 雨萱 妈 雨萱 妈 妈 你们先吃 别让孩子喝着 妈 姥姥 来呢 妈 我爹 他没有一点要怪您的意思 只是 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他一时承受不了 他尤其气的 是当年欺负您的那个人 居然是汪庆堂啊 是我对不起你爹 你爹他要怎么责怪我 我都没有话说 只是 只是你爹 他刚才看我的样子 我很害怕 我爹 他只是不知道该跟您说些什么 妈 您再给爹一点时间 过一阵子就没事了 你会不会瞧不起妈 怎么会呢 我是心疼您呢 妈 雪梅 她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所以 您千万不要受她的影响 你要相信吗 要不是因为王庆堂救了天心 打死我都不会跟她见面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相信你 这都是天意 就算 她没有救天心 但她是雪梅的爹 是侍弘未来的岳父 我们迟早都会遇见她的 我跟她这段孽缘 我跟她这段孽缘 究竟要牵扯到什么时候呢 是我做出 让周家蒙修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爹 是我害你们两个受到屈辱 我 我真不知道 以后在这个家怎么面对你们 妈 我了解 您承受的痛苦比我还要多 妈 我会陪着您一起度过的 若云谢谢 李先生 妈老了 也觉得很累很累 幸好 又你这么个贴心的女儿 妈 那 您就听我这个贴心女儿的话 别再难过了 出去吃点东西吧 我想尽一尽 你去吧 您别哭了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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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